骑士进入弯道 前方水泥 玉半车却突然往右闪 整辆车几乎是卡在机车道中 一路摩擦冲出去 扬起不少灰尘 闯过了路口红灯才缓慢的停下来 再看一次惊险过程 在分岔路玉半车突然又闪 闯进狭窄的机车道 前方一辆骑士听到喇叭声赶紧移车 只见大车从身旁呼啸而过 惊恐的表情挂在脸上 仿佛于死神 擦肩而过 最左侧好像有一台小货车 切到水泥玉半车前面 那水泥玉半车看起来 好像是杀不太住以后 就往我机车道这里切 那我也比较担心 那个停红灯的那位骑士 后方骑士拍下整个惊险过程 指出当时一辆瓦斯货车 往外线急切车道 玉半车才会往右闪 这起意外发生在新北市五谷 下台六十四扎道往淡水巴黎方向 当时玉半车冲进机车道后 还往前滑行了快两百公尺 才停了下来 我就看白车接过去之后 我也跟着接过去 然后接过去之后 我就听到他一直按喇叭 然后他闪到那个什么机车道去 遭指控的瓦斯货车否认乱切车道 玉半车事后也没报警求偿 警方表示 闯机车道可罚一千八百元 闯红灯最高则罚五千四百元 但若真的因为刹车问题失控 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 将改以劝导会开单 只是再看一次当时情况 玉半车稍微有一点差错 恐怕是非死即伤 记者林俊峰 梅凯婷 新北市报道